今年有874万高校毕业生 规模增量增幅均创新高 而就业形势受到年初疫情的影响 复杂严峻 从今年年初开始 中国推出了许多举措 聚焦高校毕业生 至于重点就业群体 积极缓解就业压力 无论是企业扩招 继承就业扩港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还是一场场的在线宣讲 线上线下的招聘活动 一系列的举措 就是为了保障高校毕业生们的就业 而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新业态的不断出现 也在改变着年轻人的责业观 在校医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 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 公众号博主 还有电子经济工作者 这些新兴的职业 都纳入了就业的统计 这背后一方面代表着 一些新的中国经济的业态 另一方面也代表着 一些新的就业的形态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说明 就是自媒体行业 还有这个电机行业的发展 得到了国家层面的一个认可 为了鼓励高校毕业生 多元的职业选择 国家也提出了要重点 支持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 推出了包括 加大对于创业创新主体的支持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 设备融资租赁 和与创业相关的保险业务 等四项举措 在成德市的大学生创业园 为了鼓励原区企业 吸纳高校毕业生 当地也专门制定了支持的政策 每吸纳一名高校毕业生 就给这些中小微企业 一千元的吸纳补贴 同时给予三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从多方入手 来促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 今年我们出台了一项新政策 把电商创业 纳入到创业担保贷款的 支持范围 把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 对注册小微企业达到了三百万元 对高校毕业生创业的 给予一次性五千元的创业补贴 那么我们毕业生现在已经离校 但是我们就业工作不断限 我们做就业指导 就业帮扶 要持续地推进 让我们每一个有就业需求的学生 都能够顺利就业 达到我们预定的就业目标 总台央视记者河北报道